因为疫情影响 顺延到这个月23号登场的瑞瑟文旦花路跑比赛 参赛选手不减反增 将近有一千多位来自全台各地的路跑好手参加 主办单位瑞瑟香农会近日也陆续寄发路跑衣物给每位选手 另外比赛当天在地的饭店民宿几乎一房难求全部爆满 原本早该在3月文旦又华盛开始进行的瑞瑟香文旦追花路跑比赛 受到疫情影响顺延到这个月23号登场 虽然如此不过主办的瑞瑟香农会表示 确认交不息路跑选手的热情报名参赛的选手不减反增 那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把选手的物资 包含我们的晶片包含我们的这个纪念T恤 都已经寄到我们的各选手的这个家里 那我们也很期待在8月23号 所有的选手都能够聚集在我们瑞瑞 为我们瑞瑞的这个贺钢文旦来做一次完美的行销 距离路跑比赛还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融会在近日内也陆续继发路跑衣物等相关物品给每位选手 这一次有来自全台总共1000多位的路跑好手来参加 比赛当日在地的饭店或民宿也全被订购一空 也间接创造带动地方的观光休闲运动产业商机 我们8月23号的这个右花路跑是早上五点报到 五点半开始起跑 那据我所知 那选手们还是非常的踊跃的参加 那可以从我们的这个瑞瑞的住房率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目前我们整个瑞瑞的这个民宿也好 我们的饭店也好 呃都呈现爆满 而是将第三届文旦诱花路跑比赛 地方众所瞩目也引颈期盼路跑赛事活动的到来 融会从来呼吁比赛当日部分管制路段 也请乡亲民众体谅并配合 更希望大家一起来推广行销瑞瑞文旦诱的楼产业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